今天我们看到自然拼读第七课 来首先看一下这个字母 来一起来读一下字母 它的读音是 哦 哦 哦 小写大写都有了 这里对吧 哦 就是字母 就是读字母 哦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发音 就是我们正常拼读单词的过程当中 它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发音 对不对 来看一下它的发音 在这里呢是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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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发这个音的时候呢 我们的嘴型要注意一下 嘴型呢是稍微的 类似圆形的啊 对吧 嘴稍微往前 注意一点点 对不对 来 哦 哦 哦 这个发音是非常的短促的 对不对 非常短促的啊 来 哦 哦 哦 注意一下嘴型 嘴型要跟老师做对了 才能把它发出来 对不对 哦 OK 这是我们这个字母 的一个发音 好 来我们一起来拼读 拼读这个单词 拼读之前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自然拼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对不对 拼读的规律 什么呢 用辅音去拼原因 对不对 来一起来看第一个词 狗 来读一读 拼一下 来 第一个的发音是 第二个发音是 哦 哦 拼过来 哦 再加上 就变成了 狗 狗 是吧 狗 OK 这个单词读音啊 来 再拼第二个 再拼第二个单词 来 再拼一遍 再拼 因为我们重在练习这个音 所以就拼前面这两个 拼完之后 再加上 的发音就变成了 狗 狗 圆点的意思 好 下一个 苗 苗 第一个发音是 这个发音呢 先给老师读一下 它是 我们往后会学到这个发音来 它的发音是 好 这个发音同样 是 哦 哦 拼过来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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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加上后边的 s 的发音 mos mos OK 这个地方看到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字母 对不对 当我们看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字母的时候呢 它的发音只发一次 所以这里的发音都是 s 是发音是 s 所以这里是mos mos 抬显 OK 看到下一个字母 来 好 这个字母如何读呢 先读字母啊 先读字母 对不对 这个字母是 m n n n 发音的时候呢 然后是m 蓝 是我们的声音 会情青 看到嘴 nossa 接着是m m pointing at the tv 'add' F 我们在第一次课的时候就学过了 对吧 它的发音是 再拼 再加上 的发音就变成了 地图 第二个女士 对不对 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 可以多读一遍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这个发什么呢 这个发 这个我们已经学过了 对不对 它的发音是 发音非常短 速有力 来 再加上后边的 发音就变成了 女士 下一个混乱 一起来评读 第一个是 那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学的时候讲过了 是不是 如果有同学对于这些发音还没有学过的同学可以看前面的课程 对不对 第一个 所以我们在前面学会看前面的课程 再拼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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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上 加上 的发音就变成了 混乱 混乱 OK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两个字母 对不对 一个是这个字母 哦 它的发音是 哦 注意嘴型 注意嘴型 有点类似圆的 而且嘴巴呢 稍微湿出来一点点 对不对 哦 第二个是这个 M M 它的发音是 嗯 嗯 嗯 OK 这是两个字母 还有它对应的单词的拼读 大家可以回去多练习一下这个拼读